这个周末你到哪儿去了? 我没到哪儿去,我生病了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上个礼拜我常常觉得很累,也不太想吃东西 看医生了吗?看了 医生怎么说?他说是感冒,没什么关系 不必吃药,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现在觉得怎么样?差不多好了,谢谢 这个周末你到哪儿去了? 我没到哪儿去,我生病了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上个礼拜我常常觉得很累,也不太想吃东西 看医生了吗?看了 现在觉得怎么样?差不多好了,谢谢 你感冒好了没有?早就好了 新年快到了,我们有二十几天的假 你打算做什么?还不一定 我有个朋友,他家住在乡下 我也许到他那儿住几天 你呢?我可能跟朋友到山上去滑雪 你们怎么去呢?我们开车去 天气太冷,开车得特别小心啊 放心,我开车开得快三年了,开得很好 你感冒好了没有? 你感冒好了没有?早就好了 新年快到了,我们有二十几天的假 你打算做什么? 还不一定 还不一定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住在乡下 我也许到他那儿去住几天 你呢? 我可能跟朋友到山上去滑雪 你们怎么去呢? 我们开车去 天气太冷,开车得特别小心啊 放心,我开车开了快三年了,开得很好 早,听说你生病了 是啊 昨天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没去上课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我感冒了 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 现在好了吗? 好一点了,可是还是觉得累 我有感冒药,你要不要? 谢谢,不必了,我已经吃了药了 我想今天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 这种天气特别容易感冒 是啊,你也得小心一点 嗨,这个周末你不在宿舍 你到哪儿去了? 我跟朋友到山上去滑雪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们在山上住了一夜 礼拜天回来的 下礼拜放假 你打算做什么? 我要回乡下去看我的父母 你要不要也到乡下去玩几天? 好啊,我没事儿 我跟你去 小心点儿 放心,没问题 哎哟,怎么了? 对不起 没关系,我们可以吃别的菜 跟文德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真好看 她是谁啊? 我不知道 也许是她的女朋友 也可能是她妹妹 不,我知道那不是她的女朋友 一定是她妹妹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你有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事 你们学校有多少外国学生? 没有多少 嗨,你要到哪儿去? 我不到哪儿去 我回家 你昨天怎么了? 我昨天觉得不舒服 今天就好了 看了医生没有? 看了 医生说我没什么病 我就放心了 黄大年 你还要可乐吗? 谢谢 我不要了 大家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那么时间不早了 我得走了 李先生 请你等一会儿 张小姐快要下来了 是啊 别着急 她马上就下班了 好 谢谢你们 这个周末 你到哪儿去了? 我没到哪儿去 我生病了 你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上个礼拜 我常常觉得很累 也不太想吃东西 看医生了吗? 看了 医生怎么说? 他说是感冒 没什么关系 不必吃药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现在觉得怎么样? 差不多好了 谢谢 你感冒好了没有? 早就好了 新年快到了 我们有二十几天的假 你打算做什么? 还不一定 我有一个朋友 他家住在乡下 我也许到他那儿去住几天 你呢? 我可能跟朋友 到山上去滑雪 你们怎么去呢? 我们开车去 天气太冷 开车得特别小心呢 放心 我开车开得快三年了 开得很好 剩下的歌 行李欢 感谢观看